比赛的解说不是别人啊 还是我王涛和大家熟悉的老朋友苏东 这是一场你绝对不想错过的比赛 这是双方在本届比赛的第一次亮相 他们的第一场小组赛 参赛的双方是瑞典女足和中国女足 在小组赛中 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 才能保持住进击的希望 期待双方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现在又是他们控球了 洛尔福 这是斯蒂娜 布莱克斯特纽斯 进区内的抢断 危险解除了 现场压迫有效果了 断球了 这是斯蒂娜 布莱克斯特纽斯 防守队员啊 把球破坏出了底线 给对手送了脚球啊 这次是开了个短脚球 在几方后场滑缠抢断 稍微偏了一点 队友拿不到啊 接外球 没控住球 被对手拿到 双妹子 往上拿球 这里可以尝试突破了 球进了 打进了本场比赛第一个球 这个单刀进球太精彩了 整条方线就被他一个人冲的七零八落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比赛现在变成了一比零 皮球又被他铲回了脚下 王珊珊 他们这个连续倒脚 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 这球又进了 对手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就已经两球落后了 这个进球 很大一部分要鞠躬于这脚 极具穿透力的传球 我们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 然后打门这一下面对门将 直接选择了推射 角度拿捏得非常到位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卡罗林赛格 球权要拿回来了 摇尾 双方交换球权 这球可不是这么带的 对方前锋这个前场反抢非常凶 他现在压力山大 唐佳丽 门将出来拿到了这个球 没什么问题 把球又交给了对手 约翰娜卡内里德 科斯瓦雷阿斯拉尼 斯蒂纳阿布莱克斯特纽斯 一记滑铲成功将锤断下 武海燕 该让他下去休息下了 这个带伤比赛不是明智的选择 来回的倒角 耐心的寻找突破口 看上去很有希望 可是希望被对手破灭了 有没有信心直接打反击呢 对方反击的时候啊 防线的反应有些过慢了 这个球打门 我觉得真的是没打好啊 根本就没有威胁到球门嘛 队友前来支援已经到位 近在咫尺拉 弄巧成拙了不是 这球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发力啊 他们现在请求换人 卡罗琳赛格 约娜安德松 强弹成功 双方交换球权 王珊珊 他过掉了对手 接下来就看他了 这球又有了 已经三球领先了 但是他们看起来啊 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啊 这次和防守队员的教练中 他取得了胜利 最后还修了一下脚法 推射将球打进 上半场真是一边倒的局面啊 球还在脚下 他的奔跑真是不知疲倦啊 他们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裁判明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音 比分一边倒 经过四十五分钟的一边倒局面 双方的比赛进行到了下半时 希望落后的一方 这时候能够打起精神 好好执行教练的战术安排 往双 他们重新拿到了球权 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 脚下球丢了 这次反击戛然而止 阿斯拉尼的机会来了 这球可以说是毫厘之间了 可惜了 姚伟 张瑞 王珊珊 王双 这个球非常精彩 不管是射门还是扑球 质量都很高 可以说是神仙打仗啊 应该说门将还是极高一筹啊 门前的危机 已经被他这样就化解了 对的 现场抢断了 能利用这次机会吗 这个渔悦扑球太精彩了 小球给到了进区中间 后卫成功就捡 对方被他们逼的是手忙脚乱啊 右下边 又是他打进了第三个 进球上演了帽子气法 今天他感觉是怎么打怎么有啊 在本半场丢球 他不是第一个 应该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不过作为防守在危险区 可千万不能打盹啊 双方的差距 已经拉大到了四个球 比分四比零 约纳安德松 交给了布莱克斯的纽斯 漂亮在后场把球断下 唐嘉丽 王珊珊 边踩举棋 越位 索菲亚亚格布松 科斯瓦雷 阿斯拉尼 直接把球铲断了 整点报时啊 比赛已经进行了 整整一个小时 还剩下三十分钟 机会来了 文将做出了几乎完美的扑球 这叫船中被挡住了 整门了 霸起了一次进区附近的攻门 身边有队友上来支援了 球朝着门将就去了 索菲亚亚格布松 索菲亚亚格布森 给了对方一个界外球 第四官员举牌 他们要换人了 亚纳格拉斯 索菲亚亚格布森 索菲亚亚格布森 比球飞出了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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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场把球阐断 就看接球的那边了 文将把这球拒之门外 不过球还在场上 你看 只要你足够优秀 就连防守都能看得人 是激情澎湃 一致高水平的球队 不光善于创造机会 更善于捕捉机会 大部分领先 正是他们全队水平的 真实写照 裁判的哨声响了 防守队员上来把球断了 斯蒂娜布莱克斯特纽斯 这里可以尝试突破了 守门员这球扑得绝了 比赛的常规时间 现在只剩下15分钟了 这个射门质量不错 但对方门将也 先看这个球 还没有先上射门 文将高高越起 把球击出了门框 教练准备派上 他的替补队员了 直接开到了禁区里 球被踢出来了 但飞得不远 对方还能组织进攻 文将这球啊 扑得很轻松 洛尔福 他还在用身体护球 这是礼仪附身啊 玛格达莲娜 阿里克森 汉纳布尼森 还在继续带球 漂亮的拦截 阻断了对手的进攻 黄珊珊 成功带球突破防守 太棒了 球被衡量弹了回来 进攻方啊 只能是从头再来了 索菲亚雅格布森 克斯瓦雷阿斯拉尼 球权到了对手脚下 直塞过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中路的队友接到了这个横传 但是对方的防守也到位了 门将绝对立功了 创造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机会不错 这球还没有结束 打扮是以角球 角球直接开到了门前 看起来很危险 门将轻松 化解了这次破门 这会儿球又回到了他们这边 成长比赛结束 这次破门